近年来老化高龄化议题不断受到重视 很多偏乡长者就义不变 国际狮子会300第一区的前总监黄振南 及南一狮子会会长雷元宁 今日并发挥狮子会关怀弱势的精神 合力捐赠一辆爱心服务车给华山基金会 协助更多不变的偏乡长者 据了解华山创世基金会在全台设立346个爱心天使站 提供访式家庭服务及陪同就医等到载服务 指示谈的是南一狮子会热情捐赠焚宠爱心 雷元宁表示 我们南一狮子会捐赠到载服务车给华山基金会 最主要的用意是在于说 请华山基金会可以送这些偏乡的老人家就医 还有其他一些歧难救助的一些功能 那今天的这个捐赠仪式其实是一个形式 那最主要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说 华山基金会在做些什么样的公益活动 现场文心洋溢 受证的华山基金会市站长迎成立表示 非常感恩我们三里里地湾区跟我们在地的南医师指会 今天做了一个倒载车捐赠的活动 那这一台倒载车呢会在偏乡大台南地区 所有的山区里面去协助这些长辈 因为其实在山区长辈就医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有了这台倒载车我们可以把长辈从家里面直接送到医院 节省他们路途颠簸还有就是不愿意就医的这个问题 那也非常感谢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的服务可以得到的永续的一个部分 此次活动希望能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重视老化议题 社会大众本着老无老以及认知老的精神 一同加入守护独老的行列 借由政策以示 让更多弱势长者得到更好的资源与照顾 记者洪俊庭台南报导 irting signals 香 osion 好 愿意 硬 值 月 愿意 make 愿意 关 bo 顶